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民调查 民调本身对川普来讲 有些看起来 感觉都很过分 在全国的普通的 就是那种 普通的民调查 全民调查 川普在共和党内部 以65% 超过了第二名的威维克 55点 作为绝对领先的人 整体 65% 德桑迪斯 得9% 威维克得 10% 这是一个完全 不可跨越的 一个百分比 真的 不可跨越的一个百分比 令人非常感触 在总统对总统的 对垒当中 川普比拜登 多了一分 这是他好像 每天都有 多了一分 但是民调的背景状况 是不太一样的 在另外一个民调当中 在共和党内部的这种竞选当中 川普是51% 和领先 德桑迪斯 一共37点 德桑迪斯只有14% 这是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出现的民调 可能是爱荷华 具体的州 那在上面一个呢 可以看到在全国的 共和党内部的进行民调 川普45% 德桑迪斯9% 克里斯9% 那川普45%呢 比一开始呢 比之前的一次民调 说什么 都低了 那比较增长比较多的是黑利 但是无论黑利 还是德桑迪斯 跟川普都 都是 他是一个不成比例的 这么一个对比 我 我想不出别的词来 我只能说他叫不成比例 那刚才这个 这个就比较 比较邪乎 65% 那另外一个 在全国范围内的 这是昨天晚上的 就是昨天晚上 在全国范围内的 川普是52% 德桑迪斯11% 59% 德桑迪斯11% 领先48% 那只有在整个民调当中 川普是往前领先的 在2024年爱荷华 昨天的 是45% 对德桑迪斯22% 他跟整个民调的背景环境有关 跟他的选民随意选择有关 所以 民调当中的 执意要把爱荷华的比重 他就 爱荷华是第一个投票 他要 那是一个在党内比较看重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指标 我们原来报道一个说 要看川普在第一次投票 3月5号 他的前四个州 他的 他的领先程度 如果他领先程度够大的话 那其他人基本就肯定就会退避三舍 没有任 就没有任何争持的机会 但今天可以看到民调 川普也转推这个 是非常大 那目前川普在南卡正在演讲 现在十点多一点 他也 今天的演讲是 定的是十点钟开始 看起来可能会更晚 所以 因为是周末 他在南卡寄予厚望 寄予巨大希望 在他的真相社会当中 没有跟真相社会本身这个网站 已经寿命可以延下去了 就是他将继续这么使用 那真相社会网站上 他没有发更多帖子 主要是讲今天的集会 那在南卡一个 一个集会的一个很大程度是说 可能在目色他的 这个叫做什么 他的竞选助手 所以南卡的州长是一个女的 原来南卡州长是黑力 那黑力从南卡州长去了联合国 那右上来还是个女的 他是个白人 黑力是印度人 所以南卡对于川普来讲 一直是非常支持 那是非常支持的 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背景吧 另外一个背景资料 我就在这讲 另外一个背景资料 就是 克罗拉多州 已经把川普告了 要剥夺川普的竞选的身份 就是 克罗拉多州 有律师楼 告川普 违反了第十 宪法第十四条 第三个修正案 第十四修正案 第三条 就是不得 不得就任公职 引用了是这个 他的成功率应该很低 但是呢 南卡 新汉部室 密西根 亚利桑那 都有人已经准备要去告他 南卡 但克罗拉多已经率先告了 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由谁决定 由州务卿 州务卿去决定 这个在选票上 那个具体的选民 是否具有资格 别的没有 但是 他被选举的本身是 这个 美国总统 所以这个案子 如果是这么走下去的话 如果川普被剥夺的话 肯定要往上告 而且肯定要告到最高法院 才是最终的结果 而在最高法院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 就目前最高法院的 肩甲结构 不可能接受 剥夺川普 在选票上的地位 不可能 但是呢 他会对川普产生很大影响 就目前来讲 也是这样 所以 已经有包括Politico 包括Newsmax 都在讨论 Newsweeks 都在讨论 哪些州 有可能会剥夺川普 在选票上的地位 但是呢 他的成功率呢 并不是很高 但出现的背景 应该是 出现背景 大多都是律师楼来的 所以这是跟 我们看到跟川普 比较相关的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 德桑迪斯呢 一再敦促川普 要离开 就是要把案子转到 这个联邦 联邦 联邦法庭去 但是他出现了一个 麻烦悲剧呢 就是 梅多斯 川普的 这个幕僚长 川普的幕僚长 梅多斯 今天被剥夺了 就是被拒绝了 他申请把案子 转到联邦法庭 结果被法院给拒绝了 那我们不清楚 他这种的申诉 是否可以网上上诉 就是 我申请完 如果拒绝了 还继续网上上诉 这种案子 是不是有上诉的权利 跟理由 那对梅多斯来讲 是一个很巨大的答题 梅多斯在有关川普问题上 出尔反尔 就是 是一个很不稳定的 寻求自保的人 他本来就是一个 政府官员嘛 他所以 他是共和党派给他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故事上 在川普要去 把案子同样转到 联邦法庭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 遇到了一个障碍 就遇到一个 不太乐观的障碍 但是梅多斯的决定呢 最终决定 还没有出来 但今天给拒绝了 所以这就是围绕 整个案子的 前前后后的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 一个正常的反应吧 只能说 对川普而言呢 我不认为影响有多大 他要保持世仇 一直要保持到 明年三月份初选 因为他一定要坚持到 三月份初选之后 在共和党内部确定 他的地位确定之后 他才可能喘口气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